綜合大陸中央氣象台中國天氣網消息 進入5月暖濕氣流增強並北上 大陸自西向東將出現大範圍的降雨天氣 華東、華中將迎來今年最強降雨 天氣監測顯示昨日重慶、湖北、河南、安徽等部分地區出現中度大雨 重慶北部局部地區達到暴雨的級別 華中地區及蘇原一帶的雨勢明顯增強 而今日是暴雨最強的時段 河南、山東、安徽、江蘇、湖北、江西、湖南及遼寧等多個省份都有強對流天氣 湖北東部和南部安徽中西部、河南中東部、山東西部 以及湖南北部、江西北部等地暴雨局部地區有大暴雨 另外隨著冷空氣的逐漸南下 今日至6號強降雨區將轉移至長江中下游到華南北部一帶 這次強降雨的天氣覆蓋範圍極廣 多地出現強對流的天氣 湖北東部、河南東部、山東西部等地 累計的降雨量將可能接近或達到歷史同期的高值 同時有昨日起黃淮、江淮、江漢、華北東部等地 鎮風7至8級、黃海、渤海大風7至9級 喂喂,看完米酒住了 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do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